- 話題人物 對號入座 - 坐哪裡 球場低排 - 我們歡迎新加入低排的來賓 - 新北國王的助理教練徐浩誠 - 浩誠 大家好 大哥 各位朋友大家好 - 我是徐浩誠 欸我們兩個是室友欸 我們以前比賽出去都住在一起 你們什麼室友 我們在達新的時候是室友 哦真的假的 所以比較住在一起 很扯欸 我們住到飯店 他那個衣服洗完之後 那阿姨只摺他的衣服不摺我的 然後他就照起來 然後跟我在那邊臭屁 好啦這個禮拜呢 其實鋼鐵人打兩場比賽 而且哇創下四連勝喔 先贏工程師 然後隔天禮拜天再過富邦勇士 所以其實面對富邦勇士 在林初豪來了之後 戰績是兩勝一敗 不容易耶 其實一開始鋼鐵人對上勇士的時候 大家都一直在想防守策略 防守策略嘛 然後大家都想說 那是不是就張宗憲來伺候林初豪 然後就發現其實前幾次的對戰 勇士隊感覺用了很多不同的防守策略 那這一次的對決才真的是由 張宗憲來去面對到林初豪 但是光是上半場來講 感覺張宗憲沒有什麼任何優勢 感覺像張宗憲這樣 比賽面對林初豪的攻擊力量好強喔 他一直想要去出手 一直想要去對決林初豪 但是我覺得就是看比賽上講 我覺得就是 你球星跟球星在對決的時候 我當然會希望說 不管在進攻上面 我都能製造對方的球星一些困擾 所以我覺得中間這樣的打 我覺得某方面對他自己一個 整理的信心 或是他接下來的一個 信心來講 我覺得都是一個蠻大的一個提升的 我們說他 PLUSZ誰防守最好 兩個嘛 一個錢肯尼嘛 一個張宗憲 有兩次這兩根手 林初豪好像效果都沒有太好 對 因為 蘇豪的技能包太多了 所以他又能傳 能夠切 能夠拋 那處理Pick and Load 又有人幫他擋的話 其實基本上 要一對一對位其實不容易處理的 所以被擋之後 他又能夠創造 串聯球隊的一個 一個方式 那基本上這幾場比賽 你會看到他 就是由他這個點 讓整個不管是 南模開始打起來了 然後那三分的命中率 進球速慢慢的拉高了 所以 讓他們整體的進攻是活絡起來 所以 他又能夠搭配他的得分 跟他的一個轉向攻擊 我覺得 要停拉很難 因為 又有這麼願意幫他擋的溫德 去做這個苦差事 然後 他又知道很多空檔出來 林初豪畢竟在NBA在CBA 都遇到過很多這樣子的 防守類型的 很聰明的防守者 所以我覺得真的對林初豪有用 就是那種死殘爛打 我就跟你玩命的那種 老師可以賭命 對 防守應該是要問呆哥吧 呆哥在防守 對啊 怎麼守林初豪 那個 你這件不是用嘴巴 說林志姐嗎 所以我就是說的意思是想說 現在大家 我們在球隊是美式球 所以每個人都可以提供意見 那等你們講完之後 我再講 原來是這樣的 王队已經改變了 人生跟你的性格了 對對對 但是如果要是我們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會 我們的Ryan 可能還是會用凱恩 或是Kenny去守他 就是Manico 但是要是我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會用 用蘇維去守他 哦 為什麼 就是蓋琪大家已經講 就是說第一個 技術層面上面 你可能就是沒有辦法 打他讓他限制他 但是如果在心理層面的話 你可以去跟他那個 心情的攻勢 用情感上面 他今天在接受SYOW訪問的時候 他說 他爸爸媽媽都來了 所以他SYOW多很多的教練 所以我覺得有可能 蘇維可以聯合爸爸媽媽 一起去攻一個 哈哈哈哈 一起去守住林志寶 對 對對對 也是一招耶 親情攻勢 親情攻勢 這個就跟GP的 你曾經曾在我們節目講 你說那個 同隊過 對對對 那個 太好 感情太好 不太能夠守 然後抓到旁邊去聊天 然後抓到旁邊聊天 頭巾還會笑這樣 我反而覺得還有像 李家康 李家康 就李家康 因為李家康 在第一次守他的時候 我覺得那個效果其實比較好 就是 我也不跟你講道理 我也不跟你比技術 對 我就是一弄名 一直弄你 一直跟你上身體 其實這比較像是 林輸好在CBA的時候 遇到的一個狀況 因為CBA這些球員 都把林輸好當作一個 我一定要打死你的那種 那種感覺 因為CBA有很多就是 譬如說從地方啊 神隊啊上來 他就是要駁一個出頭的機會 那怎麼樣的出頭呢 我把林輸好放倒 或是我去攻擊林輸好 那就可以得到一個 就是目光的焦點這樣 好面對勇士呢 林輸好差一點點大三元哦 又再一次跟大三元插身而過 差一個籃板 差一個籃板 這個分數還是很漂亮 25分 9籃板11助攻 你覺得許哥面對鋼鐵那種比賽 有沒有在場 你覺得 我覺得 怎麼講 你就講啊 太默測高深了啦 你看他其實他現在 我覺得他們現在的目標 他基本上如果 現在基本上就是擺在前兩名 所以他現在接下來的賽程當中 他可能 我覺得他可能會做多一點的變化去 去說 模仿 就是有點模擬 肌肉賽會出現的一個問題 可是我覺得 勇士隊這場比賽還是 很用力打耶 雖然上半場落後這麼多 你看新特利打成這樣 我覺得球員 很想擊敗林輸好 對 我覺得張忠賢還有那個新特利看到林輸好 毛起來攻 許哥 你看到他其實在年後 對決林輸好兩次 他其實兩次用了不一樣的防守組合 然後他的洋將組他也一直去做調整 他就是測試說 我哪一個組合對上這個球隊可能會比較好 很難得看到新特利在這一季的情緒是 這麼多耶 而且尤其是越接近季後的時候 他情緒越來越明顯 很想贏啊 我覺得有可能也是因為球員 他在這個常賽意識或是當中 他的身體或是他的情緒上面 都會有一些波動 所以他有時候 甚至就是在季後賽之前 先把這個不好的負面情緒 先給宣洩出來的時候 其實對於他來講 也是一種壓力的釋放 所以之前有一些洋將 在球季尾聲 比較衝動一點 都是這個原因嗎 所以我們的白人就衝動回來了 回去修一下 回去一下 把自己的身心靈重新修 他回來之後就開始 又是不一樣的白人 欸 球迷很關心白人 他現在回來了嗎 回來了 然後他現在也在投入訓練 然後就是身體都蠻健康 會這麼快復出嗎 我想應該還是先以保護他 然後讓他百分之百健康 然後而且是他的 就是要跟我們球隊練球 至少要經過幾次之後 而且是完整的訓練 我們才放心把他到 鋼鐵野人現在是連勝不止 我還特別算了一下 您說到來的時候是兩勝18敗 因為剛好打20場 勝率呢剛好是一成而已 對 現在今天在禮拜天 我們錄影時間打完 已經是11勝21敗 所以這段期間 林舒豪來了之後 打11場 但是這12場裡面呢 是9勝300 百分之75的命中率喔 絕對是目前聯盟 現在可能是最危險 最可怕的球隊 會不會進季后賽 對我 我那時候來的時候 好像說8場吧 贏8場 已經9場了 先道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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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全面了 還有5場了 對不對 5場有8場 還有10場 有10場了 10場了 10場了 最多就10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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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覺得競技的這件事情是 我覺得 因為他們 你就講你 你就講你自己啦 我覺得 我先講一下 我的想法 因為 他前面兩名的球隊 然後目前中間一直在往下掉 所以他才會有機會 因為現在 他前面兩名球是誰 工程師跟夢想家 對 因為他們現在中間在往下掉 林漢源也是 林漢源也是 沒有工程師 夢想家你沒有朋友 我現在目前是 比較少 目前3月4月是還沒有走進去那個球場 我們教師問事沒關係嘛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機會是很大 你覺得機會很大 你覺得機會很大 邰哥 來 我覺得現在就是 3 4 6在 在 在爭那個最後兩個名額 3 4 6 那5勒 5勒 我就是 我說還是要 他是要先解決他們的 音樂家的問題 四手連攤 對對對 我覺得 機會蠻大的 機會蠻大的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 就他們的 我原本願意起他們的化學效應 沒有來的那麼快 因為其實他之前在CBA的時候 感覺上他對於籃球是有點 失去熱情 對 失去熱情 對 有點有點 有點失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覺得打籃球好像是只有 失去快樂 但是我覺得他現在來這個球隊之後 打球越來越快樂 然後本土的球員也越來越跟他 願意相信他 他會帶領他們去往那個對的地方去走 我覺得這是他們現在化學效應做得非常好 你行員呢 戰機現在是在五層邊緣 那 孟昂嘉是四層出頭 孟昂嘉是14勝19敗 那其實孟昂嘉跟鋼鐵人大概也只差兩場半的長差 其實沒有很快 對 快的話 如果這樣子連勝連輸下去的話 差不多兩個禮拜左右 兩個禮拜是有可能大家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的 對啊 可是這個前提是 鋼鐵人要能夠連勝 可以啊 這禮拜對我們就有機會 哈哈哈 你怎麼這樣 然後先釋放一些四弱嘛 四弱的訊息出去之後 他們可能就開始放鬆了 這次要跟你們對上第二次兄弟對決 一跟四 一跟四會對嗎 一是二三嗎 一是二三 所以他四進來你就會比較高興嗎 當然 假如說在我們主場 就是一是進來的話 在兄弟 不是我們當主場如果票賣得多的話 我們可能就分總分得多 哈哈哈哈 原來是這樣嗎 商業考量 我還想說現在鋼鐵人要去進競賽 大家都不想丟到他吧 我們現在 你知道每次我們只要 對到鋼鐵人 我們主場的票都 連我們自己球員都拿不到票 不是只有你們主場 全台主場都是這樣 對啊 全台主場欸 好我們要主題再拉回來說 鋼鐵人能不能進競賽這件事情 兩位都覺得機會很高 那你覺得呢 我要先報告一下數據給大家看 如果目前鋼鐵人剩八場比賽 他們目前的勝率是七成 我們算八成好了 八場裡面 他可以贏五到六場 算是跟他目前的那個勝率是比較相合的 所以大概就是15勝16勝 鋼鐵人現在已經16勝了 鋼鐵人現在剩下七場比賽 所以七場比賽他只要贏到兩場比賽 基本上他就已經可以把鋼鐵人 給排出在競賽名單之外 領航員跟鋼鐵人爭最後一席 還是會是 夢想家跟鋼鐵人的那個 爭奪其次的機會比較大 鋼鐵人現在目前當然是 爭到第四的位置嘛 第三的位置我覺得 很難 第三很難 我覺得領航員他還是會維持在第三的位置 我也覺得是鋼鐵人對夢想家 在爭最後一席的人 完全沒有人要提到工程師 這太過分了 那你覺得 那你覺得工程師的優勢在哪邊 這個競爭的優勢 這個我們等下一趴再講 對 如果按照這樣算下來的話 夢想家剩下七場比賽裡面 他只要贏到四場 贏到四場勝率過五成 鋼鐵人大概就沒機會了 那鋼鐵人呢 在剩下的八場比賽裡面呢 就要贏到五到六場 才有機會在最後時刻 超車夢想家 我自己覺得鋼鐵人進季後賽的機率 其實沒有很高啊 雖然大家現在氣勢非常好 可是我自己是不看好鋼鐵人進季後賽 原因是因為 一開始 鋼鐵人的戰績真的太差了 然後差到其實很多隊伍對鋼鐵人來 就是打起來 他其實是有刃有餘的 所以我覺得 以現在很多球隊 對上鋼鐵人來講 他的準備可能跟過去的準備 又不太一樣了 好 那輪到我了 我自己認為 其實我們那個主持群 我自己也認為 林舒豪跟鋼鐵人進季後賽的機會 其實沒有太高 雖然說我認為他在場上的這個表現 其實確實是很壓制性 可是我覺得 他可能再需要再多個三五場 我覺得就很有機會 因為他太晚了 因為為什麼呢 你看喔 他事實上 他目前對國王還有三場比賽沒有打 對富邦勇士呢 還有一場比賽沒有打 所以剩下八場裡面 有四場比賽 是打前兩名的球隊 那 就看國王隊有沒有送幸福 對啊 就是看我們說我們 小貓在肌肉賽分紅分的 哈哈哈 你還在想 還在想這個 不是 因為第一個我覺得說當然 如果就是說 我們之前 我們要是沒有這個商兵出現的話 我覺得他們到進肌肉賽 基本上是比較難 因為我知道他們賽程就是 對我們三場 然後對富邦三場 他們賽程其實真的蠻硬的 對 但是因為就是我們今天我們現在 我們也有 又有上兵場 就是慕文士 然後我們要帶人家這樣 所以就變成說 他接下來這三場 對我們來講 其實會有一點點小小的優勢 那在現在的第三名第四名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也並沒有到很好 所以他們有可能也是在往下掉的階段 我覺得啦 可能還有 以我這樣我覺得有六成的機會 哦 超過一半耶 對 所以夢想家跟領航員 你們的肌肉賽門票 掌握在你們自己手上 那既然講到了領航員 我們就來聊一下領航員 領航員 創下一個紀錄 單季連勝跟連敗 十連勝之後九連敗 那還好 先破聯盟的連勝紀錄 還好 再破聯盟的連敗紀錄 還好沒有十連敗 這個 這個在同一個球季當中 真的蠻罕見的 對啊 簡直不可思議 他們我覺得他們就是為了 創紀錄的 哈哈哈哈 你覺得他們就是 本來八連敗就是平紀錄而已 破紀錄的第九場 欸那個 元凶在這邊 國王隊啊 可是我們 我們其實就是 還是說是與人和善啊 哈哈哈哈 你剛剛不是說 不知道對方教練在想什麼嗎 哈哈哈哈 就是真的也不曉得 昨天那一場 我們真的也不曉得說 到底他們在想什麼 因為我們其實我們昨天的狀況 其實真的很不好 那一場比賽當中 他們其實一開始領先 領先我們到二十幾分 然後後來就是 我們要慢慢追回來 那最後的時候 其實Q他有點抽筋了 那 突然家裡有問Q的狀況 Q說他已經沒辦法打了 他不是說 要給李董什麼 李董的 哈哈哈 報恩啊 但是他回Ryan 他說你確定你真的嗎 他說沒有啦 他覺得李董是 全台灣對我 對我最好的老闆 哈哈哈 今天在這個主場當中 我一定要盡我的一己之力啊 哈哈哈 所以讓歐罵後來就是 打完最後那關鍵的比賽 可是我覺得領航員其實 雖然說大概八點半 球隊上下啦 也有想要為 球賽做一些些的改變啊 從外在開始 欸領航員的板正席 就開始出現鳳梨囉 禮拜六的時候呢 他只擺一個鳳梨 而且鳳梨是躺著的 然後就很多球迷說 這鳳梨怎麼會躺著擺 球迷還提供我們說 鳳梨要嘛就正著擺 要嘛上面要擺一個紅絲帶 然後象徵什麼好運啊怎麼樣怎麼樣 要嘛就把它調起來 就有很多的民間說法這樣 就隔天呢 領航員加碼 擺兩顆 然後擺正了 然後禮拜天直敗 欸鳳梨誰買的 球隊的管理買的 後來問是球隊的管理買的 加他一個就有點重 哈哈哈哈哈哈 不過剛剛沒有提到那個 Washburn哭那一part 我覺得真的很感動欸 就是他 對你們國中的時候 頭是那一球 你知道你知道 剛好又是我們歐嬤手的 歐嬤真的那一球賺到一些流量了 我跟你講真的 阿民一開始 一開始的時候歐嬤傳給那個誰 輸的那一顆輸的時候 那個阿民還在罵說 阿歐嬤在幹嘛呢 我覺得你不要罵他 他連大學到現在 沒有打過最後比賽 這個最後這麼關鍵的比賽 哈哈哈哈 連自己都很緊張了 你要罵他 你不要看他 他是白 對 對 每次都看A7 嘴唇在發白 沒有 可是我覺得紫薇剛剛講到 就是洋將之間這種氣氛會感染 其實第一個哭的不是Washburn 第一個在領航員訴求哭的是艾爾斯 他在前兩個禮拜 訴求的時候在休息室外面的走 他還沒有坐進休息室裡面 他在休息室外面 他是蓋著毛巾在樓梯間 就是很自責 是不是他錯失最後一集 他錯失最後一集 然後那時候他就很自責 在樓梯口 然後蓋著毛巾哭 然後哭完之後才進休息室 禮拜天的比賽 家康也是哭了嗎 家康也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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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很感動喔 他們其實不要買鳳梨 壓力很大 他們不要買鳳梨 他們是要哭 下一半你看我們的時候 你看我頭上蓋個毛巾的時候 你也知道我 但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在這個連敗過程當中 一定球員教練團員都想要 想辦法去解決這個困境 然後怎麼失敗的地方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我不是林洋圓的教練團 我幹嘛給錢 講一下嘛 不要那麼小氣嘛 而且他們的球員的同質性很高 對 所以變成說 教練在這個 換人的過程當中 你就知道 你就應該要特別知道說 什麼樣的球員跟洋將配 是會比較理想 我剛才開玩笑講說 阿瑤其實不要打控球 對這個球隊來講會比較好 我覺得我的建議 是因為 阿瑤他原本 從以前開始 這是二三號的球員 那他在 箭頭防守上面 其實都做得非常好 但是你把這兩個東西 把他給捨掉之後 要他去控制這個節奏 我覺得對他來講是 真的有點難得 大哥講的蠻有道理 尤其是在 盧俊翔狀況不好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可以稍微 有這樣的變化的話 是非常的 讓幾個得分點再拉起來 盧俊翔這場比賽 雖然他的上場時間 因為他的狀況很不好 卡總開始做了一些調整 只上場十四分鐘 可是他的個性就是說 我今天投一百顆投不進 我投一百零一顆會投進 到一百零一顆之前的那九十九顆 你能不能度過得了 就是他現在感覺像 我覺得有點像上半季正如 你有沒有覺得 我投不進我就一直投 我一定會投到進那種感覺 可是我覺得這個說法 我可能要稍微打個問號 當他投一百個 一百零一顆不進的時候 我覺得這是他持續保持 正面能量或正面的信心 一直投來沒有問題 但是他現在如果捨棄到 他要去投一百零一顆的時候 就會變成他現在這個狀況 空檔來他不敢投 就開始想要去做切入 然後就會回歸到柏林哥講 就到正如那個狀況 我一直投不進去投不進到 就變成你改變切入 可是你切入進去之後 第一個你沒有finish的能力 第二個你沒有往外傳的能力的時候 你切進去反而是跟你的隊友 常常裝在一些 空間縮小了 對啊 所以我覺得俊翔現在 遇到這個問題會比較大 我自己是覺得 正如在上半季很低迷的時候 他做了一件事情 他說他關機兩場 他兩場比他就不登錄就不打 關機喔 他先關機兩場 我也是那個 哈哈哈哈 想關 哈哈哈哈 不是那種關機吧 兩場不夠關 太早了吧 不知道 但想 不是那種關機啊 我們 就是沒上場 我們是那個普及節目 你知道嗎 小朋友可以看的喔 講到壓力這件事情 我覺得還有一個壓力的點 是領航員到現在的一個未爆彈 而且看起來還沒有解決 就是領航員的ATO 就是他只要關鍵的最後一集 只要要畫ATO 我目前看到 包括我在現場看 跟我們討論過 幾乎沒有成功過 要嘛是15 要嘛是譬如說 就是一個人 就是帶球自己一個人處理掉 就是他沒有一個 你感覺起來要跑出來的戰術 或者是感覺起來很明確的主軸 要來執行這件事的 我覺得ATO 這個事情 確實是比較難啦 因為對手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反應 一定會有佈陣的一些針對性 那我覺得領航員的問題就是 他沒有一個 真的是一個能夠處理球的一個 關鍵球員 像我記得Ryan教練之前講過 他如果最後的關鍵 他一定是交給他 全隊最好的球員 可是領航員 每個都是差不多 我也想說你比我這邊 你只要講 每一次都是安排在不同的球員 也許他那天狀況很好 但是他在處理這些球的經驗上面 可能沒有那麼多 好這個問題呢 我心中奇想問很久了 剛好今天浩誠來 我想要聽一下 就是目前在線上 PLUSKY教練的看法 我仔細算了一下喔 領航員在今年 輸在兩波球全 就六分之內 五分以內 六分以內都算 總共有九場比賽 這個你覺得 到底是教練責任 還是球員 因為 哈總有說 他說他希望把最後的這個 這個 給球員處理 對決勝的這個 這個權利跟決勝的這個 讓球員來做決定 對讓他們來決定勝敗 你們覺得這個講法 你們的意見 還是說你覺得 這個是教練應該要扛氣的 第一個 球員在球場上解決這些問題的時候 教練的責任是要 不管是ATO的戰士 或是最後的一些戰士 你要讓球員知道說 你應該要去什麼樣的位置 而不是讓球員 但我像領航員章 他們其實 因為我剛才講過 他們的年紀其實都相仿 所以他們現在 基本上就是有點像 年輕終生代 他們並沒有像 平常像我們球隊 可能有 阿民 可能有 Jo 凱嫣這樣 他可以一個獨當一面 然後可以處理這樣子 球的一個球員 來問一下308教練 9場比賽 你那麼常嘆氣 是啊 你因為他最後輸 他沒有這樣過 他沒有這樣過 他就是 他都是領先230分 你有話想說 所以我Cue你 對 我就不要自己講了 他們就是贏了230分 他從來 不用能夠ATO這樣子 要花那麼辛苦 所以他只好 沒有參考價值 沒有參考價值 他三年前花到ATO 你準備到現在還沒用 很開心 我們節目好玩嗎 好玩 有空常來 有空常來 鎮宇不要生氣啊 鎮宇 國王就一個扣打 國王就你們自己安排 另外一個扣打是給學生教練的 對 孟臣或是指揮 或者是 或者是 夜外人士像小左這種 就已經不要在籃球圈了 我們就是 一人一邊扣打 大家很公平 我們盡量安排啊 比賽很多啦 尤其就要在很密集啊 很密集 欸可是你不要講喔 萬一到時候第一輪 真的不小心 打個鋼鐵人的話 其實很累耶 現在鋼鐵人大家應該都不想對到 欸包括 宥偉也商慾復出耶 還沒在第一輪沒辦法挑啦 對啊 就在這個位置就是 是人家在挑我們 不是我們在挑別人 是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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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好啦我們今天謝謝浩晨 謝謝子葳 去廣地牌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